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我们不是台湾有所谓九合一选举吗 那个时候还没有开票 高雄市长的选举 那个时候我们明讲军事居然马上就料定说 韩国瑜会当选 那时候还没有开票 他就说他一定会当选 好了 现在韩国瑜可是很红了 好了 今天来谈谈韩国瑜 我们不是要批评什么 只是想现在一直在讲什么选总统不选总统这些 那我们不要讲这个了 我们就针对明讲军事怎么这么厉害 就知道他一定当选 那时候你好像是讲这个鱼字 鱼字不错 对他来讲算是三个字里面 比较属于比较强的一个字 所以我讲他40岁以后 慢慢慢慢运势会越来越好 那可是他现在已经走到韩这个字了不是吗 是 是 因为鸡有个特性 鸡不需要缝双口以上的字 那他的名字里面唯一的感觉不好就是说韩有两个口 韩有两个口 韩有两个口 国语有两个口 所以这四个口对于这个鸡来讲 所以他在40岁以前运势就比较差 今天我们因为他已经走到60多岁了 对不对 那以鱼来讲 鱼的王字边 我们叫玉字边 对鸡非常好 王我们把它解析成上土下土 其实是两个土 你说王上面土下面土 鸡是属于鸡 土生鸡 他又是丁有连的火生土 所以王对他很棒 那今天因为他走到62岁了 韩子呢 我们把左右边来分开看 韩子上面是一个出头 一个好像头戴帽子一样的 中间一个口 底下一个像金鸡独立 而这个半边 阳边来讲 韩的阳边来讲 不错 因为鸡 光看一个字 一个单独的解析时候 他只缝一个口 所以他从 应该是50岁到70岁 是他人生的运势 是最好的一个部分 像很准 他几千年在台北农会 做总经理 后来又马上就选市长 前面是不太那个好 毕竟第三个字是我们讲 所有事情的总的结果 总的结果好的话 意思说他有很大的潜能 就因为那个鱼字就对了 那我们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宋楚瑜 宋先生 他也有那个鱼字 生肖不一样 不是 君士我请教一下 你刚才说他有四个口 我们一般有些人说成气了 对 四口成气 两个口是骂像 四个口是成气了 那这个有没有关系 你刚刚讲的没错 可是要看生肖 如果生肖是马 马逢两个口以上就是骂像 如果生肖是狗 逢四个口才成气 为什么 如果马变四个口呢 马成四个口 它只骂像加骂而已 还是骂呀 因为它下面是一个马字 它不是一个犬 说是这样成气 还是跟字形有一点关系 跟生肖有关系 生肖的字形 对 那韩国瑜它是生肖的鸡 鸡逢四个口 其实叫做失诚无度 失诚就是早上叫的时候 他就乱叫 中午也叫 晚上也叫 这种鸡我们叫 应该我们就说会被骂了 不该你叫你乱叫 是不是吵着人家了 所以叫失诚无度 应该只有早上叫才对 那就意思就是说 像现在韩国瑜 口才真的是不错 但是有时候是真的 真的大概是气了 是有点点骂像了 鸡不能讲骂像 就是说他放在中间 这个两个口的话 所以他讲的话 有时候说会得罪人 直爽了一点 太直了 因为那个国家的那个国 一个大口一个小口 所以他解析上 所以要一定要针对生肖来看 用生肖的角度来解析这个字 不能说一概而论 这个字就代表 涵盖所有的生肖 不是 好 那我们再探讨他的女儿好不好 他女儿叫韩冰 那我们上礼拜呢 有提到Grace的那个朋友 也是两个字 那那个明讲居士有提到说 两个字的话 尤其女性朋友来讲 中间越少掉了那个感情的那个东西 比较不好 那韩冰很漂亮 冰就是跟那个滋寒 酸雪跟这些字型有点类似 冰跟雪其实几乎同类型 就是Grace讲的是融化的就对了 会融化 不具体的东西 所以如果放在第三个字的话 一般来讲 对女性来讲 她会比较孤寒的命 孤寒的命是说 可能跟儿女无缘 跟先生无缘 那是走到第三个字以后 她不是40岁以后 可是原则上就是女孩子 第一个不能只用单名 第二个她因为这个冰太冰冷了 可是因为不知道她的生肖 如果她生肖好一点的话 可能还可以显示出 她福德还有一些 那现在就不知道她生肖 因为没去探讨 那有没有一种名词 是可以看出来会出家 因为现在有的人就很喜欢宗教 他可能就出家了 终生不婚 不嫁娶的这种 一般来讲 你的第二个字不好 第二个字 表示你没有情 没有情路 就是没有人爱你 第三个字如果说 不是很强的话 他可能也没有什么事业 也没有什么房地产 然后钱财也空空 出家人就是四大皆空 所以他第二个字 第三个字不好的人 甚至如果他不改名字 那他不如出家算了 我们会有时候会有讲的严重 就讲他可能会出家 实际上他的命不好 只有走出家这条路而已 所以出家也是跟这个名字有关系就对了 要看老天要不要牵引你走这条路 牵引他走这条路 要有缘分 没有缘分的话 我告诉你第二个字不好 第三个字不好 现在好像十个里面有五个以上吧 蛮多的 那出家会客满 名字不好 有时候我们讲夫妻一体 另外一半把你的名字 缺点吸收掉了 他你觉得不好 他觉得好 看上眼了 又不一样了 福祉了 所以说父亲之间 还是有万有以地的 所以我才会说探讨 这个戏名 真的我可以看戏名 只要知道了生肖 大概八九不离十 可以猜到他结尾 真的吗 真的 所以我跟居士这样子 走了这么这样子 十几二十年 看听到的 学到的 知道的 我都还回去 你们怎么还不分手 哪有叫人家分手 当然 我只是不会开口 但是我比较会说 其实这些不好的话 有时候跟真的 跟身体的关系很重 我比较喜欢切入到 身体的健康不健康 那这样我们又要卖关子了 这个等归日是下礼拜 来告诉大家 怎么样跟身体 有关 好吗 好 今天谢谢名讲居士 谢谢Grace 跟谢谢听众朋友 我们下回再见咯 拜拜 拜拜